CRACH LANDING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 Crash landing 極限魔組生存實況 第六集 那我們上一集完成了一些一些些的自動化設施 包括自動把鵝卵石敲成gravel然後去篩礦 有鑽石、月寶石還不錯 然後再來還有自動收櫃裝置還有自動造水設施 自動收櫃裝置上一集只是粗略的蓋起來 事後當然會有稍微修正跟觀察那裡要修改的地方 所以說修正過後就稍微長成這個樣子 當然不一定是完美不過目前看起來是效果非常好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我把這個玻璃 應該說我多維的這一圈玻璃可以讓我方便的來進行觀賞 這些怪物掉落陷阱的畫面 然後我那個hopper也把它改成用stick factory 你看那邊一整群人過來了 像排隊有沒有等著送死 然後呢有了這個stick factory manager 我一樣用那個那個叫什麼 item value來收我們的物品 因為item value的話它就可以隔空抓物 它的範圍比hopper更大 這個聲音物會不會有點大我再調小一點 它的範圍比較大可以到7x7的範圍啊 跟openblast模組 喔那個殭屍 看起來是有病的殭屍 身上都是斑點 病斑啊 反正就是跟那個openblast模組的hopper一樣是7x7 但openblast模組的那個漏斗的話呢 它也是算是用吸的吧 可是這個item value的話它就是在 它可以觸及的範圍之內直接隔空抓物 這樣的話感覺應該效果更好喔 所以可以看到我連箱子都升級成黃金箱子 然後東西超級多的這個火藥啊骨頭啊這些果然都很多耶 我甚至覺得我是不是連生怪塔都不用蓋啊 那也不一定 因為這個終界珍珠其實產出量比較少 因為很少有那麼笨的enderman會掉進去 通常受到傷害就直接瞬移走啊 所以說這個雖然只是暫時性的這個生怪塔嘛 不過效果其實還蠻不錯的 然後今天這集我們有說過要來 看能不能自動化的把這個水包包給它填充滿啊 那其實這個自動化的話也不是說非常的全面跟完美啊 但至少你可以固定走到一個地方站著 它就會幫你把水包給補滿 不用自己手動補 那理想狀態的完全自動化 就是你根本不用去特定的地方 你就是平常就在工作 然後工作到一半你可能水快要沒了 那個遠方的某一個神秘的設施 就幫你把水包給自動傳走 然後補充滿之後再自動傳回來 那個就是比我現在要做的設施更神奇啊 當然我現在材料不夠沒辦法做出那個東西來 所以說呢就先來做比較基本的吧 然後我的食物箱子擴建成兩個了 這個是可以來吃的 然後這個通常是食物的原料的部分 然後我的體溫開始下降了 沒關係啊應該要快要白天了 這也換成金箱子了啦 這個礦物篩量超級多的 然後這邊有噴出來的部分 那這個item valve的話 它可以吸的範圍 我剛剛說是7乘7嘛 所以說超出7乘7的範圍 它就吸不到了 所以我放到這裡 它應該就吸得到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剛剛噴這麼遠 有點神奇 但可以看到這個效果也是非常好 11顆鑽石 跟超級多的綠寶石啊 還有很多的青金石 真的是非常讚 然後呢 我還觀察到一個神奇的事情 就是 這個其實你不用把它轉換成這個search brick 不用把它做成這個bricks 直接用這種鵝卵石啊 或者是石頭版本就可以了耶 所以說它的介面其實現在就已經正常的擴充三倍大 所以說這樣子的話非常的節省材料喔 因為我們一個這個石磚版本的這個東西 它需要四個這個brick來做出來 對 那一個brick的話它相當於 呃 一個brick它在這個熔爐裡面的容量 相當於一個普通的這種鵝卵石 所以1比1 那我們都知道我上一集有用到這個 搭配鵝卵石來進行雙倍化嗎 其實不然喔 如果像這樣子直接就可以架上去的話 這等於是8倍化耶 呵呵 因為一個這個鵝卵石就可以取代一個brick 那一個brick是四個嘛 然後同時雙倍化4x27就是8倍化 還蠻厲害的 然後再來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 突破盲點的事情 就是這個furnace熔爐啊 那在上一個版本就是 版本多少 1.1.2嘛 反正就是還沒在更新之前 我有說過 這個熔爐會發熱 然後半磚熔爐不會發熱 然後呢 作者更新了升級版本到 1.1.2.1嘛 出這個把半磚熔爐的發熱量給挑回來了 所以說呢我們可以來做個比較 這個給敲回來 然後再隨便拿個木頭 比方木棍 好我現在在這邊附近沒有什麼的發熱源對不對 然後我把這個石爐 完整的石爐放在地上 沒事 你可以注意到這邊什麼溫度變化都沒有 那如果這個時候我把這個半磚熔爐放在地上 哇塞 這個半磚熔爐超誇張的 它的發熱量真的是超級大 這跟岩漿一樣耶 然後反而是這個普通熔爐 幾乎沒有什麼發熱量 唯一可能有發熱的就是 你讓它燒東西 注意看左下角這邊的變化 你可以看到它的溫度多了一丁點 所以說這個就等於大大的提升它的實用度 反而是半磚熔爐根本就像屁一樣 只是早期你生存的時候比較好用而已 所以我們就可以大方的把熔爐放在這邊 然後呢 看看還有什麼新發現的東西 總而言之我覺得那個熔爐有點扯 根本就是作者在欺騙我的感情 本來以為它熔爐還是很發熱的 結果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啊 再來呢我有做出一些Invar 然後我就再把那個Invar的裝備給它做回來 所以我就試著做了一件褲子 那其實我沒有說錯啦 這個Invar的確會增加那個熱難 但是它增加幅度其實也是非常少的 所以說我們現在可以在這個太陽底下 觀察一下我現在的這個環境溫度在這邊 我們穿上這個Invar的褲子 它也是只多了一丁點 這增加的幅度其實是蠻少的啦 如果你是穿鐵裝的話一定是飆升得很高的 我可以來實驗一下 如果我去穿個鎖鏈甲嗎 鎖鏈甲在下面 來看看 搞不好也只是一丁點 好像是完全沒反應 所以鎖鏈甲其實更OP 不過鎖鏈甲耐久度比較低啦 所以看起來鎖鏈甲好像更厲害 不過鎖鏈甲它就是 應該沒有辦法製作 只能用修的 所以可能還是Invar會比較實用吧 不管啦 反正我們這一集 就要準備來做這個自動化造水設施 那這個設施的話 我依然是打算用這個 Steak Factory Manager來完成 對 因為Steak Factory Manager 它有非常多實用的方塊跟機器 來輔助我們完成這個目標 那甚至呢 我如果這邊做複雜一點的話 以後這邊就可以用個大農場 然後透過Mine Factory Reload的 Harvester跟Planter 來自動化農場 對 那Harvester可以一方面幫我們砍樹嘛 然後就可以來收納這些樹葉 蘋果啊等等等東西啊 然後透過Steak Factory Manager 來去造泥土 或者是燒水 或者是幫我們補充這個Campack 沒問題的 所以我預計以後 那一套設施會取代我現在這個畫面 就不要再用Free Transpulsor了 對 其實用這個 那個Dirty Water還是最 還是比較經濟節省啊 只是你需要消耗一些燃料去燒那些水啊 對 不過如果我們自動化林場蓋出來了 其實燃料不是問題 直接拿木頭去燒就可以了 所以說呢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需要哪一些東西 呃這個當然是需要的 需要一個 然後呢我估計我會需要非常非常多這個Cable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Relay 對 可是我需要進階版本 就是這個Advanced Inventory Relay 所以我先把我可能要用的東西做出來 OK我想應該就是這些了吧 應該沒有其他東西了 所以剛好晚上了我們就左手來設置這些設施吧 但是呢我首先要把這裡面的水給它導出來 或者是把這個給取消 目前這些設施都要先拆掉 要給它完全改造啊 所以我要把這些多的水給它導出來的話呢 可能還需要再來一些Tank之類的 先拿那個好了 這個Tank的話是我原本預計打算做黑曜石用的啦 我們目前還不需要用到 我們甚至呢可以把它給它加大一下Size 我們現在有很多Invar 然後看起來這個Invar的這個鐵 好像是只有在篩那個Gravel才有辦法取得這個Nickel 也就是Ferrous Crown OK 把它裝滿 這樣應該裝得滿吧 不曉得這個有多少桶 然後這個可以打掉 這樣才不會有熱源 OK 這給拆掉 這裡面還有水 該不已經裝滿了吧 太神奇啦 我的水有這麼多 來 再多裝一下四瓶 還有嗎 還有嗎 應該是已經空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拆掉 然後就是再跟大家說一次 就是我打算這個新的造水設施呢 就是 就是 回去採用我之前用的那個泥土造水法啦 就是我們 透過種這些樹有沒有 然後給它撿樹葉 然後就取得非常非常多的這個 就是樹葉 然後那個樹葉就可以塞進木桶裡面來造泥土 造完泥土之後呢 我們讓它跟這個Bottle合成 就可以得到Dirty Water 那這些骯髒的水呢 拿去熔爐燒 就可以得到乾淨的水啦 OK 拿著Fully Transposed 目前就不需要啦 還有這個應該也不需要啦 嗯 先這樣子 然後這個也不需要 然後這些就暫時先拆開來 因為如果我們是採用這個 燒泥土 燒骯髒水的方法的話呢 我們其實也不一定需要用到這個Tank 對 因為它那個 直接從骯髒的水燒成乾淨的水 就可以合成了嘛 那 往後如果有需要這種 這種裝在Tank裡面的水的話 我可能再新增一些設施吧 然後這個我們要用這個Dolly移動一下位置 Dolly在這裡 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來假定一下 假設以後我們的Harvest放在這裡 這就是我們的砍樹機 那個My Factory Reel的砍樹機 那我就需要在它後面先放個箱子 這樣子的話就是砍樹機砍到的那些產物 比如說樹葉、木頭、蘋果啊 會先暫時放進這個箱子 然後呢就會透過我的這個 這個 Stick Factory Manager來進行分類 或者是運輸等等等等 我這邊都挖一條溝 然後呢這邊也挖一條溝過去 那往後當然是想要擴建這個農場嘛 所以當然不會用它預設的3乘3 可能是... 15乘15嗎 我看看喔 這邊是1 1 2 3 4 5 6 所以這邊也是1 2 3 4 5 6 可能會到這邊來喔 所以農場如果觸及到這邊的話 我可能就... 把它連伸到這邊來 這樣應該是差不多吧 然後我的Barrel可能就放在這邊 方便我進去存去 所以說這裡跟這裡 我們就可以來改成 這個Inventory Relay Advanced版本的 跟我們的中控電腦 電腦放在這邊 然後這個... Advanced Relay 讓它開口朝上 然後呢 我們看看 雖然說這個電線夠啦 但是看能不能盡量節省一些開銷啊 比如說的話 我的發電設施 我的電池可能就先放在這邊 假設就是從左邊接收能量 然後輸出到右邊的這個Harvester 那下面當然會有一個Planter 所以假設能量是從下面走電線過去好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擺上一排這個電線 先來吃點東西好了 我們下面就可以稍微挖開一下 這個空間看起來好像沒辦法擺到8個 就是我做了8個引擎 8個引擎 因為每一個發電5RF 所以8個是40 這樣的話 123 4 5 6 5 30 其實30也夠啦 不一定要插到全滿嘛 對 所以先佔定好這邊是放引擎的 那我們上面就可以來放這個木桶 123 這邊有這個 3 4 然後這個給它改成 放在上面 對呀 反正呢我們接到的這些什麼機器啊 木桶啊 或是熔爐啊 都有靠在這個 Inventory Cable就行了 再來是熔爐的部分 熔爐它其實發 那個發熱量我們剛剛已經 實證過非常少 所以也不用擔心 主要是這個生存模式發電機 它的發熱量其實也蠻驚人的 所以這邊都有接到的話 我們需要一個 暫存的箱子 對這個就是暫存箱 然後這個暫存箱我們就放上8個空瓶 再來的話我們就來 進行收納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 這邊來挖一下 123 4 所以我們的barrel可以放成這樣 先5個好了 這樣以後如果農場種很多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往旁邊加 所以說還有什麼東西要放的嗎 就是引擎部分 好吧 我們引擎也可以先放著 123 4 5 6 OK 這樣有6個引擎了 那這個引擎可以攻擊我們這個墊 那這個其實引擎你也目前不需要管它 我們只是為了以後的harvest做準備 那如果只是要做造水的話可以先不用放沒關係 然後 對我先拿一些樹葉跟木頭之類的東西好了 我們的樹葉跟可能會種橡樹 還有一些蘋果 這個 這個把它改成這個 OK 所以第一個當然是我們的這個葉子的部分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我們用這個木頭好 其實隨便啦 然後第三個用這個普通的樹葉 然後再來是蘋果 然後 喝一點水 對 再來是這個泥土 所以說這個以後應該也會充當自動化造泥土吧 這樣的話這邊的設施就可以拆掉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來設置這個功能了 應該說設置指令 所以說我這邊來擋一下陽光 呵呵 這樣的熱才不會太熱 所以說的話 接下來要做非常非常多的設定 所以說這個東西的話我就私底下用 等一下我全部用好 再讓大家看好了 好的 那我想差不多應該就長這個樣子了吧 那我必須要說的是 因為我也不是對於這個城市設計或是邏輯方面有太多的 而策略 所以說我目前這個規劃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 而且也不一定非常好看 那就是目前我自認為應該是可以達成我的目標 對能達成目標最重要啦 那至於這個過程有沒有夠不夠效率的話 可能是後面再說的事情吧 所以說呢我們就先來啟動這個Trigger 那如果成功的話呢 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釋我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說我們啟動 然後呢 欸等一下等一下 先關閉 還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我把這個給拿起來 這個蘋果等等等等的東西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放在這個箱子裡面 那這個箱子就是預設是給Harvester 當它採收了一些農作物就放在這個箱子裡面 然後我們再啟動這個Trigger OK 啟動之後呢 它應該就會 對 你看我的蘋果跟樹苗都抽回來了 然後呢 看到欸 你看它在燒水了 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首先呢它把這個Leaf就是剪下來的樹葉方塊 丟進這個Barrel木桶 然後產生泥土 然後呢 這個泥土就會跟裡面的空罐子已經燒完了 裡面的空罐子進行合成 合成溫Dirty Water就會放到Furnace裡面 然後放進來之後呢 就會開始燒水嘛 然後燒好水又放到這個箱子裡面 然後同時看到旁邊這一堆這個發電機 它們也被放入了各十個木頭來進行發電 所以發的電又會被放進 喔 已經滿電了欸 這也太快了吧 它已經滿了 然後呢 這個 泥土弄好之後就被收回去 所以說這個Energy Cell有點太小了 沒辦法做 應該也可以 反正各位看到它有在發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我再丟一些木頭好了 木頭用蠻快的 然後再把一定數量的木頭拿去做那個發電或者是熔爐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Advanced Inventory Relay 那我已經設定好我的權限給它了 不然我先給它取消 這個Advanced Inventory Relay它可以跟玩家的背包 或者是有可以開啟背包功能的生物 比如說馬 馬的話呢像鋁子 應該說馬本身就可以裝鎧甲嘛 那如果是鋁子的話它有那個箱子的空間也可以進行溝通 都可以靠這個方塊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給予權限 Give Permission 這樣子的話這一套系統才可以存取玩家的東西 然後呢我們點進去來進行Active的動作 所以說接下來看看 假設呢我現在如果我身上的背的是一個已經空掉的水包包 那我只要走過去 大概等個幾秒鐘 誒?看我的水包包滿了 然後就發生什麼事情了 來看看吧 可以看到它已經用掉了四罐的水 然後又拿去燒這個水 然後水又很快填充回來了 哇這速度還真是快啊 不錯不錯 那剛剛發生什麼事情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慢慢解釋了 首先呢我把它分成三大類 第一大類的話主要就是Move Item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可以進去這個Group 這個Group功能的話就是把一堆的城市馬群組在一起啊 然後呢就是從那個這個木箱子 就是Harvest的木箱子 把它們通通收納回來放進這個Barrel裡面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Make Dirt 就是很簡單嘛 去把這個葉子轉移到Barrel裡面 它們就會自動產生成泥土 那產生泥土的話就是Dirt Sorting的部分 就是把泥土給它放回這個Barrel裡面 存放 那接下來比較精彩就是Cook Dirt Water 沒有Cook Dirty Water 就是呢它們會從這個Barrel裡面 跟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是後面的這個箱子 你可以看到它是10 blocks away 就是10個方塊遠 然後這個是7個方塊遠 所以說這個距離比較遠 也就是後面那個木箱子 那木箱子裡面的話呢 我們不是有擺放這個空罐子嗎 然後它也會從這個Barrel裡面 比較遠這個Barrel 也就是這個拿取泥土 來進行自動合成 就是Crafting 你可以指定合成表 所以一個泥土加一個空罐子 就會變成一個Dirty Water 然後呢做出來的東西 又丟回... 我看它丟到哪去 丟到Furnace裡面 就直接丟到那個熔爐裡面的上面 來進行燒製囉 所以說燒製好的這個水呢 就會被我收回去到這個 這個也是比較遠的木箱子 所以說看我都有指定這個白名單 就是這個燒好的水 然後再來那個燃料怎麼補充啊 就是這個Furn的部分 這個預計以後還會加很多啦 比如說我的那個... Planter 那個種植機嘛 你必須要給它補充一些樹苗 或者是作物種子部分 那也是可以靠這個地方來新增 然後我就是指定這個放木頭的Barrel 也就是這個 它呢會把這個... 木頭給轉移到這麼多的東西 這個... 發電機啊 或者是Furnace啊 然後呢 我有指定它 這個... 保持十個就好了 所以說裡面都只會有十個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這個發電機... 可能過不久之後就滿了吧 但是這個發電機其實發電量很小啦 所以以後... 呃... 砍樹機跟種植機運作之後呢 電量一下就用光了 所以說這是補充燃料的部分 然後再來中間這個就是... 關於水包包的部分囉 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 它有分兩個 一個是Empty Cam Pack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把... 呃... 我的... 這個水包包給抽走 它會自... 那個... 也不是自動啦 這是我指定好的 應該說它會偵測說我的水包包... 呃... 假設低於5點的話 其實你可以自己設定 像我這樣比較囉嗦一點啦 就是... Damage Value 100 你可以看到這水包包... 當我的水越喝越多 它的那個... 這個... id後面不是有個分號嗎 分號後面還有一串數字 當我水喝的越多 那一串數字就會越來越大 一直到這個水包包空掉之後 它的數字就會來到100 所以說我們很簡單就指定說 當這個水包包的這個Value是100 或者是... 比較低一點的話 比如說這個什麼... 這個是... 96 就是100到96 這一串數字的話 就會被... 抽到這個箱子裡面進行存放 那第二步就是來... 幫我補充這個水包包 一樣就是從這個箱子裡面 因為這個箱子裡面目前就存在... Water Bottle 跟水包包嘛 所以說這兩個東西的話 因為我指定說... 不同... 不同水量的水包包嘛 所以我就直接來進行黑名單 除了空罐子以外都可以拿來做 做什麼呢 來做合成的部分 所以說一個水包包 任何數量水包包 來進行... 跟四罐水來進行合成 就會變成一個滿... 滿水的水包 然後最後呢 再從這個... Inventory Relay 丟回我的身上 那它是怎麼知道要丟到我這個... 這個... 胸甲的空間 而不是亂丟呢 那其實你可以指定說它的... 要丟到哪裡去啊 就從這個Target這邊 點一下 這邊可以指定 比如說36到39 也就是你的裝備欄 好像是... 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算 36、37、38、39的樣子 所以說36到39就是你的裝備欄 你就可以這樣指定 它就不會亂丟啦 然後我也有給它白名單 就是只丟回水包包 所以這樣一來的話 假設我這個其中一個空了 它應該會再給我補充 所以說我不太想浪費 所以說我把這個... 對它可以這樣裝出來 那這個低於12了嘛 我再喝一點點水 反正我現在不渴啊 難得想要讓它渴一點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所以說它這邊會開始一直發電 發電的話 我覺得先暫時不用給它發電好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 或許我可以給它設定個變數啦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比較快速來指定說 它要Input、Output到哪裡去 不過目前的話我就先這樣寫好了 Deselect all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吧 我再點ALL 看一下 Furnace還是繼續選 所以它的發電機就不會一直來 浪費我們的燃料 你可以看到現在已經95 然後我們就站上去 96之後呢 這個水包包應該就會被抽走 再來再來 現在不渴啊 90要抽走了 然後你看瞬間就被放回來了 對它已經盒滿了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再去看看 你看它果然用掉四個空瓶子 然後拿去合成 髒水然後再燒製成乾淨水 然後旁邊這邊同時也不斷的在製造我們的泥土 所以我們泥土應該會越來越多 然後這個樹葉你看已經減少到只剩不到一組了 所以說 我們現在還是靠手動來砍樹葉的部分 但往後 等到這個 砍樹基弄出來了 就完全自動化了 耶 所以說今天也花了差不多一整集都在搞這套設施 花了滿多的時間 不過就像我說的這個算是 雖然看起來像自動化 但也算是半個自動化而已 因為你始終必須要走到這個方塊上面來補充你的水分 雖然說很快啦 補充完就可以走了 但是呢你還是 時常要走回來 不然就是身上要隨時帶一些水 以防萬移 比如說你去廢墟城市旅行啊 那你就不能走太遠 不然就是要帶水 哈囉 然後再來的話可能就是要等以後 材料夠了 才能完成那個 實質意義上的自動化啦 就是你不用走到特定地方 直接無線遙控 無線偵測距離 然後它就會幫你把水包給補充好 當然是終極目標 可是目前這樣來講其實也很不錯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 一直帶一大堆水瓶在身上有沒有 我就背一個水包 然後其實 我現在覺得啊 你只要不去一直接觸熱源的話 你一直背著水也是還可以啦 就 反正現在材料跟水這麼多了 就不用再斤斤計較啦 我們就一直背著水包就行了 然後就多做一個水包 這個可以放著 這個可以放著 以防萬移 因為這個相當於四瓶水的水量還不錯 所以說今天這集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好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啦 那下一集的話呢 我差不多要來著手進行解任務的部分囉 我看一下任務進行到哪裡 這幾集都沒有在搞任務的部分 所以說任務差不多就是開始發展這個 Fumatic Cry的部分喔 所以我打算 下一集就開始來玩玩這個 Fumatic Cry的部分 然後玩的過程也可以順便來擴建這個 Tinker熔爐啊 因為我現在有超級多這個方塊 那可以一次蓋好幾座 還不錯喔 然後看一下這個製造如何 哇哈哈哈哈 金箱子也快滿了耶 太厲害了 然後鑽石有16個了 然後還有這個墨囊欸 我猜這個墨囊是 你看 墨魚在這邊 這個水可能是 這個方圓百里裡面 唯一一個可以讓它生的水吧 所以它才會生在那邊 好啦 所以這集真的要結束喔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期待 下次 Crash Landing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